学会无偿观,心中有平安,上! 末法时期,要帮助别人也是很不容易, 因为帮助别人要付出的, 因为现在末法时期,人心太恶, 你帮了别人,人家还要怀疑你。 现在,有太多人以帮助别人的名义, 实际上在伤害别人, 这就是因为你种下去这个因, 它不是完美无缺的, 就会让人家觉得有瑕疵。 所以,就不圆满。 不圆满的帮助,代表着有利益可图。 现在,很多人假装为了别人好, 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和利益。 这就是社会上人的本质正在产生变化。 为什么,现在马路上倒下一个老人, 大家都不敢去扶。 你一去扶他,他就说是你把他推倒的。 这就是为什么,现在末法时期, 好人越来越少。 因为太多恶人了, 把好人的本性遮住了, 会命看不见了。 你不能怪这个末法时期, 人没有会命。 就好比人身上每个器官都很重要。 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。 并不能说你没看这些器官起作用, 就代表它们不存在。 会命你看不见, 但是其实每天就在你身上。 会命其实就叫良心, 良心就是你的会命。 所以,人家经常说, 你凭良心做点事吧。 没有良心的人, 根本没有会命。 举个简单例子, 鼻子在你身上, 平时你不注意。 但是,当你把鼻子捏起来时, 你看看你还能呼吸吗? 会命也是一样。 平时在你身上, 你看不见摸不着。 但是,如果会命一旦没有, 这个人就是狼心狗肺了。 因为他完全没有理智了。 所以,有时候在你身上的会命, 智慧,良心, 本性都有的, 只是你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。 所以,真正的学佛、学法, 一定要用良心做你的护卫。 现在的人为什么说没有良心? 就是根本没有道德底线了。 良心本性本无恙 因此, 恿你看看 ça, 因此下如宝珠宅中藏。 Book of god 慈悲行善 观无常 断恶行善 会命长 感谢观看